一定要對中不要歪掉 志工主廚仔細的教學指導大家如何做好芋頭酥跟蛋黃酥 桃園區陽明社區發展協會 每年中秋節前都會純手工製作硬頸的月餅 分送給社區志工跟獨居長輩 好手藝深受好評 巴德區政府社區也慕名而來 帶團前來觀摩學習 陽明社區發展協會每一年在中秋節前夕 我們都會做一些中秋月餅 會送給我們辛苦的志工 還有我們廚房的一些志工 還有多餘的我們會分送給一些獨居老人 還是有一些比較家庭弱勢的家庭 除了我們中秋節 我們還會跟我們政府發展協會會互相的連理 政府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表示 陽明社區的主廚們手藝一流 不只蛋黃酥跟芋頭酥很有名 還有很多典型製作都很厲害 這次來學習回去製作的月餅也會分送給志工跟獨居長輩 將秋節的溫暖分享出去 那我們今天帶了我們所有的主廚跟副主廚來向這個陽明社區的理事長 朱理事長來學習他們的做這個鳳梨酥蛋黃酥芋頭酥的一個技巧 然後我們回去再跟我們的志工分享 把他們的優點學回去 我們也是一樣跟這個陽明社區看齊 我們發給我們的志工跟我們里內的社區關懷需要獨居的 或者這些長者弱勢的長者 沒有錢買月餅的我們都會無條件的提供 陽明社區連續五年製作手工月餅並且分送 志工們表示這樣的活動很棒 裡面還有人是從小就會做餅的高手 因此社區月餅的品質跟口味相當有保證 我從小就是在舅舅外婆家長大 我舅舅他們家是開餅店 所以我們從小就會這個做餅 你覺得這樣每年跟著社區一起做 這樣子一個就是月餅的製作 可以分送給弱勢分送給志工感覺怎麼樣 很好 因為我在做志工我覺得都很快樂 巴德區政府社區發展協會特別到桃園區陽明社區觀摩學習 也是社區之間的聯誼交流 希望之後能一起互助合作增加社區活動的多樣性跟更好的服務 讓在地長輩跟居民都能健康快樂 記者在唯一桃園播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